这一期是咱们《怎样打台湾》系列的第三期 也是最后一期 前两期咱们分别从共军和台军的角度 简要的分析了一番双方的战力和战术 没有看过的 建议可以点击视频上方的卡片先看一看 说话说好戏压手 这一期咱们就从更高的角度 也就是国际战略的视角来分析下台海局势 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面 今天我要说的内容 我估计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的朋友 都不会太喜欢 对于大陆来说 不要幻想美军不会揭露 他一定会 而且一旦揭露 他一定会与泰山压顶之势而来 但是台湾人也不用高兴的太早 粉红们有一句话说的是没有错的 那就是万恶的美帝根本不在乎台湾人的死活 他在乎的只有自身的利益 首先来回答之前很多人提出来的一个疑问 那就是干嘛要打台湾 还不如直接封锁台湾 不输半年台湾经济就崩溃了 到时候自然不战而降嘛 这个嘛我觉得是最最最不可能的情况了 因为这样做就是受人于比 无异于慈禧老夫也向十一国同时宣战 国际社会一定会对你进行反封锁 在其他国家看来 这就是入侵 就是invasion 不过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人家会以道义的理由对你动手 而是因为台湾的确是世界生产链上的重要一环 你动了人家的利益了 现在西方世界能够为了一点新疆的棉花制裁你 将来也能为了台湾的关键产业而提高制裁的等级 更何况台湾海峡是世界上重要的航道 对日本尤为如此 南海照岛礁 美国都要派军舰过来自由航行 你封锁台湾海峡 它能不过来碰瓷吗 而且话说你怎么封锁呢 当年纳税潜艇封锁应激力 或者是美国在古巴危机时封锁古巴 那都是片帆布的下海 只要有船驶向台湾岛 你就得无差别攻击 这样才叫做封锁 你做得到吗 你要敢这么做 你早就能做了 蔡英文两次当选的时候 都可以做嘛 毕竟解放军海军的实力 早在十年前 就已经全面超越台湾海军了 是完全有能力进行封锁的 如果不考虑后果的话 所以在我看来 长时间封锁台湾 就是最不可行的战术 最多也就是在开战前 进行短时间的管制 然后战争开打 所以咱们先把这个说法剔除出去 而我之所以敢这么断地 台海开战 美军必来持援 同样也不是因为美台之间签订的那些条约 更不是左派门经常喊的人道主义因素 而是因为利益 中国人常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但如果你站在美国的角度看一看 难道它就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了吗 没了台湾 中国会怎样呢 会崩溃吗 不会嘛 不然它现在怎么没崩溃呢 当各位有没有想过 丢了台湾 美国会怎样呢 它不仅仅是少了一个小弟好吗 它会失去经营了几十年的第一第二岛链 竟要失去东亚所有的盟国 会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看不起 会失去现在这个世界老大的位置 其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而塑造的国际秩序 必将轰然倒塌 两百年的帝国基业都将随之付诸东流 社会达文思想体系下的粉红们总体来说 大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有些情况下我也同意 的确是这样的 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 在这种重大时刻 通常是会被各国优先考虑的问题 这些道理我能看到 美国的领导层也能看到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尤其是当国家利益和民族情绪向绑定的时候 至于有些人说民主党软弱 拜登卖国之类的 好咱们不要拜登 换哈里斯上来 行不行够不够左 还不够吗 那咱们换AOC上来 总该够近了吧 就算AOC不想打 百般推托 心里一万个不愿意 但国会想打 军队想打 美国全体选民想打 那怎么办呢 我想他就算真的是 表直无情细致无义 他也不得不打 因为这个由不得他 现在美国对中共的民意如何 就不用我多做介绍了 一点点小的火苗就能点着 而且打台湾就不是小火苗了 那是一整片森林大火 要知道民主国家的仇恨情绪 一旦被点燃 会比极权国家更难控制 很多人分析中国的时候 总是喜欢强调大国利益 理性讨量 分析美国的时候就一句 美国人怕死 拜登不敢打 我觉得这个就一点不对等了 而且这显然低估了中国国家主席的决策权 但却高估了美国总统的决定权 当民意可用且涉及利益的时候 他为了一袋洗衣粉就能大东干戈 打个十几年 现在是弹被踢了一脚 他能不跟你玩命吗 至于说什么 美国人怕死 政府不敢死那么多人 否则会倒台之类的 这个东西你给自己装装胆 可千万不要信以为真 美国人的确怕死 谁不怕死 但他从不畏死 现在世界上唯一一个每天都有仗打的 就是美军 也许就在我们说话这一刻 不知道哪个冤魂冤鬼 又成了美军的刀下亡魂 不管你持什么样的观点 但永远不要怀疑美国人的战斗热情 其实也不只是美国 西方家族观体系下的很多都是如此 当然最近这些人有些衰减罢了 不过即便如此一边是要大搞性别的自我认同 一边是要加强中学生的阳刚之气 一争一损 哪边都能更上午 我觉得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美军的战力 尤其是美国海军的战力 我这里不想多做介绍 因为没有太多的意义 有人说世界排第一的军队是美军 然后是美国国民警卫队 第三才是其他国家的军队 要我来说 这第三也还是美军 是那些被封权的美军 空军陆军咱们先不提 就是说最难以保存的海军舰支 在珍珠港和费城等地 保留有百余艘美军退役封存的舰艇 其中包括三艘大型航母 十几艘两栖攻击舰 几十艘佩里级护卫舰 单论账面数字 拉出来就是妥妥的世界第二 尤其是其中被列为封存支援 和对外军售这两部分的舰船 维护水平特别高 并且没有做非武器化处理 基本上开出来就能参战 其余的船只虽然刀枪入户 马放南山 但稍加改造 用于二线人物也是没有问题的 经常有人说 以中国现在的工业制造能力 军舰下脚子 一年一个英国海军 我不凭质量 光刷装备我也比你更厉害 那就得看是你刷的快 还是人家翻新的快了 还有人说 咱们人多 玩人海战术总行吧 刚好还可以为国家减少贫困人口 我觉得这个怕也是挺困难的 美国的出生率年轻人的人口比例 是比中国更高的 而且这个差距是会不可挽回的越来越大的 到2050年 其近新增人口的数量 甚至会超过中国 更何况现在的战争打的是系统 打的是科技 打的是综合素质 不是你会喊口号 会万岁冲锋就完事了的 中国有几个人摸过枪 有几个人会开飞机 有几个人懂得驾驶船只呢 所以我觉得在硬实力方面共军打美军就好比是鹰眼打钢铁侠 虽然都是超级英雄 但超级英雄和超级英雄之间也还是有差别的 人家一套盔角打没了 他还有新的补上 你又有什么呢 你只有手中的那支箭 由此说来 现在还有一种观点 那就是趁着实力衰落之前赶紧打 但这一派的战狼吧 虽然叫的凶 但貌似除了东风快递导弹突袭 踏换宽岛阻止美军驰援之外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好战法了 虽然想起了什么呢 想起日本偷袭珍珠港 托拉托拉托拉 一举干翻美国太平洋舰队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且不说能不能把东亚这一长六的美军基地都消灭干净 你怎么不会它发现都是个问题啊 台湾岛上部署有扑鲁爪雷达 其探射距离差不多4000公里 你发射一枚导弹 也许还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 但饱和攻击 几十上百枚导弹怎么隐藏痕迹呢 它又不是傻子会站在那里让你打 你真以为是传统功夫以德服人嘛 况且美军极可能不是孤军奋战 至少会有日本海志 AKA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特别反潜大队来打打下手 其余的拉近盟国 或许不一定会直接支援吧 但暗戳戳的搞点小动作 那都是难免的 其实我说的这些 很多大陆的军民也是知道的 但总是心存侥幸 觉得美国人肯定会搞绥靖 西方国家的传统艺能嘛 就算战略上的烈士无法挽回 但我在战术上可以嚇阻对方 争取到一个攻台的窗口期就足够了 但是大家也不想一想 当年的英法为什么要搞绥靖 1939年德国打波兰 吹哭拉朽 人家大波波可不是像历史课本上 里写的那么的弱 骑兵敢打克那就是个段子 你听听就好了 号称欧陆三强 坐拥100万人的波兰军队 一个月的时间灰飞烟灭 而且英法20年前就跟德军交过手 是知道德国陆军的厉害的 那我看见对面黑压压的一片铁石质 我也不敢打 我也得归缩在马其诺防线后面狗子呀 但反观海面和空中 人家有怕过德国人吗 你现在是要跟美国人打一仗 还是打海战 指望美军会被你以往的战力给吓倒吗 你有哪些战力是让人害怕的 是吃瓜娇还是西沙 所以很多人喜欢拿中共和纳粹相对比 我是不同意的 我觉得用日本和意大利来列比 可能更为恰当 想当年莫索里尼占领了埃斯俄比亚 兵部学论拿下了阿尔巴尼亚 意大利皇家海军在地中海也能与英军一战 算是威政八方了 所以他才会以为他自己很强大 但实际上确实对力量一无所知 当然对于台湾来说 美国的介入意味着战局的扩大 台海热战也许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自身安全问题 但所要付出的代价将会是非常巨大的 一百多年前日俄战争在东北开打 日清战争在朝鲜开打 这两场战争都给当地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那种人为刀主你为鱼肉的感觉并不好受 事实上台湾人在阿尔末期也体会过 到最后台湾也许不会输 但所要付出的代价将会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台湾最强的战力不是军队 而是自己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中所扮演的角色 不管你是要做棋子还是要做塞子 都得落此落在最关键的位置上 神奥达造适量拨千斤的效果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则也 以上就是我对台海战局的分析了 考虑到节目时常的关系 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如果有说错的地方 望大家海涵也欢迎大家指针 以后如果还有新的想法 我就再做节目补充吧 说到底我其实是不希望海峡两岸爆发战争的 因为一场战争的赢家或许有很多 但苏家终归是当地的普通民众 而现代世界除了战争 还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化解冲突与争端 希望有朝一日两岸的人民 尤其是大陆那边的人民 能够真正的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吧